確實現在在這個科技上面之外 大家討論的是什麼 是戰事上面 在真正的戰場上 現在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你來看到的是伊朗 伊朗現在說最快下個星期 他們要發布的是重大攻擊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先前 他們在敘雅這邊的使館 是不是被以色列這邊 直接給轟了嗎 那所以雙方之間真的是 你來我往 那美國的高階官員 已經直接的跟CNN透露了 說他們現在其實自己也 處於一個高度警戒的一個狀態 那這整件事情呢 伊朗的群眾其實 他們情緒是亢奮的 直接來看他們的抗議畫面 當時是有數千名的群眾 5號的時候齊聚在德黑蘭 為使館預襲事件死亡的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 七名軍官舉行葬禮 裡面你可以看到一些標語 包括燒國旗之外呢 還有比較激烈的用詞 他們說呢 基本上這件事情對於他們來講 真的是無法接受 情緒的亢奮 現在伊朗官方回過頭來 就直接講了 說美國啊 你先前不是說你什麼資訊 你都沒有嗎 好 那你閃一邊 直接叫他閃一邊 不然的話我一起打 CIA的部分則是講說 他們已經先跟以色列這邊警告了 未來48小時絕對要小心 你以為以色列會怕嗎 沒有 納塔尼亞胡說敢報復就坐等地獄 甚至還說了傷害他們的人 他們會以眼還眼 以色列現在開始有一些作戰的準備動作 包括什麼 包括全球定位系統 他們說因為擔心 他們會直接飛彈射過來嘛 所以除了軍人先收價取消之外 那GPS呢 他們現在說要開始擾亂這些訊號 干擾伊朗過來的飛彈跟無人機 伊朗人呢 他們則是必須要收到一些訊號 所以他們就要求他們在應用程式上 手動的設置自己的位置 要確保在GPS被干擾的情況之下 你的位置仍舊保持準確 一切進入了大家全民警戒狀態 那現在呢 基本站在海灣這邊的大多數國家 他們其實是譴責伊朗駐須亞大使館的攻擊 那當然大家不希望的是 以哈這間加薩走廊這邊還沒有停 那你現在這邊如果真的再打上來的話 整個會亂成一片 所以阿聯酋率先譴責了 然後在科威特 阿曼卡達 沙國 大家都是跟上了這個行列 要求的是安理會動作吧 是不是能夠動用執行權來迫使以色列遵守停火決議 讓我們整個局勢稍微緩一下好嗎 至少不要再加薩這邊有進一步的動作了 好目前呢在美方這邊也開始有動作了 你們看到的是呢 美國的海軍代表團 現在呢在利亞德這邊會見了沙烏地阿拉伯的海軍司令 雙方談論的當然就是這個地區的海上安全 蘇利文講了 雖然這個動作好像來的晚了一些些 但是我們還是做了希望能夠聚焦 讓關係正常化 另一個部分呢 基本上一直以來從先前他們雙方的一些互訪當中 就一直有在做 同時呢他們也說 這個基金要來投資阿布達比 還有沙國的主權基金 那沙國這邊的交易所CEO呢 有歡迎中國的企業來掛牌 計畫A股要推出沙國的ETF 雙方在經濟上面的交流 基本上那個步調 從去年到今年是沒有停下來的 那雙方大概就快點在講啦 軍事上面 另一個是經濟上面 好 現在呢 這個部分在海灣這邊大家都重視 只是安全上回過頭 希望先按下 來請教一下將軍您怎麼樣來看 因為伊朗現在說 下個星期要發佈重大攻擊 美國 以色列 這邊大家言真以待 我覺得首先 把這兩個題目做個分隔 因為伊朗這個問題 跟美國跑沙烏地的 兩個背景是不一樣的 首先我講伊朗 不是 這個伊朗跟以色列的問題 對 以色列為幹嘛要去 打人家一個領事館 外交部的領事館在國外 就等於他國內的國土 而且這個東西是預謀的 不是物極的 為什麼 剛好伊朗的兩個重要的官員 這個軍事領袖 到那邊去西里亞 去大使館去 那這個情報已經做到很精準了 因為賈兵你在 你要領事館 大使館住個一晚上 你還不曉得什麼時候 進去 什麼時候出來 去辦護照的話 那時間很短了 就是說這個飛彈攻擊 抓時間 抓地點 抓得非常精準 大家問幹嘛納旦瑤 胡耀 去幹這個事情 這個背景是很複雜的 因為拜登的國會的軍員款 還卡在那裡 拜登又譴責聯合國譴責你這個 打這個救援的物資車輛 打了三輛 那聯合國有美國投棄權票 這個美國又在副總統去鼓動 以色列有大選 能夠用反對黨 能夠取代納旦瑤 所以納旦瑤就逼得沒有辦法了 我打伊朗 把事情鬧大 你看你要不要處理 這個問題才是 去攻擊大使館的真正動機 就好像我把事情惹大 你美國能不能解決 因為美國現在手上的火頭太多了 俄烏戰爭一個大火頭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一個火頭 台灣又隱隱待發 菲律賓那邊又弄點海警事件 對不對 中國大陸跟台灣 又有漁船被弄 所以美國是想控管全世界的危機 他要按照他的利益來搞 所以伊朗這樣搞了 以色列這樣搞了 伊朗當然反應 伊朗已經開始用 這個叫什麼珍珠黨 珍珠黨 跟這個胡塞組織 跟他自己 還要準備一個更大的報復行動 所以以色列正好 借這個機會備戰 因為你備戰才能夠使 納坦雅湖的位置做得更穩 這是真正這些衝突的一個起因 第二個問題我說為什麼 沙烏地跟美國海軍司令見面是另外一回事 沙烏地原來在川普的時代就跟以色列有建交 那後來兩個斷了 因為你以色列 專門打這個伊斯蘭的這個教徒 沙烏地當然 第二個這是最近的事情 遠的還有 沙烏地要跟你買F-35B 你不賣 結果沙烏地就沒跟大陸買 1010C對不對 第二個沙烏地沒有船 又要跟大陸買10條054的驅逐艦 所以美國海軍司令怎麼不急 你建立了 中國的空軍 中國的海軍 中國跟沙烏地的經濟又發展得不得了 那沙烏地完全就脫離你了 而且金磚會議裡面 沙烏地是個重要成員國 眼看了沙烏地要整個離開了美國了 所以他急得要做 這兩件事情都在中東 都在這些地方 但是兩個的背景是有點不太一樣 是 好 我們先進來廣告 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要聽嘉賓獎品 好 我們剛剛講到 伊朗這邊已經先講了 他們要報復 以色列這邊的閹政以待 剛剛率將軍有解析背後的意涵 請教一下吳老師你怎麼樣來看 我一直以為這個地方都是代理人戰爭 我們在以哈衝突爆發之後 我們會看到 其實不管是哈馬斯的背後 其實是伊朗 我們說葉門的胡塞 他背後也是伊朗 所以我們講這個代理人戰爭是 代理人後面的宗祖國 他不介入戰爭 因為介入戰爭的代價跟耗時太大了 他會讓他底下我們講的小弟 我用小弟來幫忙打 他們這遊戲連結 包括帶宗祖國跟小弟之間 可能是軍事連結 我們講這個胡塞武裝 胡塞武裝早期就是接受伊朗的 不斷的攻擊武器 讓他去對抗葉門的哈底政府 所以從2014年打內戰打到現在 整個胡塞武之 我們講青年運動非常強 武器哪裡來 就是藉由伊朗不斷的供養武器給他 這種是武器的連結 再來一種是文化的連結 文化連結就是後面的宗祖國 跟你這個小弟是有語言宗教 或者是血緣上的同文同種 普丁入侵烏東地區 他當年就是扶植了許多烏東的反抗軍 對抗烏克蘭政府 他也是一種代理人戰爭的一塊 所以我們用這種 這兩種連結來看 代理人戰爭 宗祖國比較難會直接介入 但是這一次問題又不太一樣 這一次納坦雅胡 我覺得他為了他自己的真實生存 他現在豁出去了 我覺得連拜登也管不住他 不然Chuck Sumer在參議院上講 我認你這麼多年 你給我停下來 不理他 他說Chuck Sumer你亂講話 拜登也講話說 你不要種族滅絕罪 你現在有問題 都叫他停下來 問題是納坦雅胡 我現在停不下來 如果他要想要把這個 所謂的伊朗拉下來 我覺得事情會 我們講的戰爭的螺旋 叫衝突螺旋 因為我們研究國際衝突是這樣 衝突是一開始小規模區域衝突 然後再來是有限度的戰爭 再來是全面型戰爭 那假如是這樣的話 他把伊朗拉下來 如果伊朗真的奔到進去 他說美國在後面 那這個事情是很大的 這整個戰爭會升級成一個 我們講的中東的一個 非常難處理的事情 是 我們先進行廣告 廣告回來 我們要請永平姐幫我們總結 節目最後要請永平姐幫我們總結 是 其實確實我覺得納坦雅胡 他抓住了一個美國人很關鍵的心態 就是說這次他去攻擊 敘利亞的伊朗外交大使館的時候 他同時還去炸了一個 給加薩難民的食物車 然後裡面死了還包含美國人 可是美國在如此譴責跟痛心說 你怎麼可以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美國國防部的發言人John Kirby 他在白宮記者會講什麼 他說我們一定要讓 以色列的這個國家長存 所以他繼續給他送F-35的飛機 繼續給他送2000磅的大炸彈 所以